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新闻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来了解 台湾今天的各报重点 好 在YouTube上面直播已经开始了 我们拜托收看影片的朋友 帮我们分享 留言 按赞 还有请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好 今天报纸我们还是先从今天在民进党中职会 今天下午的这个交锋的新闻看起 今天在自由时报跟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且中国时报头版也有看到 主要就是因为蔡赖两个人今天要摊牌 民进党今天要召开中职会 讨论总统初选日程跟民调等等事宜 由于蔡英文跟赖清德他们对于民调的对比的对象 手机民调的比例等还是没有达成共识 所以蔡振英已经放话 将建议民进党中职会修改2020总统初选民调的相关办法 就是要把手机纳入民调 并且要制度化 赖振英则是反对去再修初选规则 不过一旦挺英派提案的话 挺赖派也不排除为要求 记名表决来反制 今天下午在中职会之前 其实还在努力的避免直接交战 党类大佬都是努力的居间穿梭 希望能够协调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而有部分的本土社团今天将会集结在党中央外 去所谓的监督 好 现在卡在大概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民调的时程 还有就是到底是对比的方式 还是互比的方式 就是要不要纳入科文哲 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民调 手机民调的比例部分到底该怎么做 好 在时程方面其实现在也瞧不拢 在蔡英文阵营方面觉得说 这五月底跟六月十号进行民调 其实只差了个十天 不清楚赖清德到底是在坚持什么 好 那么今天下午 务必是要做出关键的决定 那么不排除要用表决的方式 不过在这民进党的中职会当中 蔡英文的势力其实还是蛮大的 所以今天下午到底结果如何呢 当然赖清德也不是省油的灯 已经决定要好好的来做这样的应对了 今天其实两个人 蔡赖两个人都没有形成 就是聚焦今天的中职会 联报今天头半头条的谈到 昨天其实蔡赖两个人的交火 因为赖清德说呢 蔡英文长友中职会跟中常会 可能会修改初选办法 强调任何一个人要赢 一定要赢得干净 蔡英文则是常情说 绝对没有蔡英文改机制这件事情 蔡赖营要求赖清德要收回相关的指控 好 今天看到在中国时报的头半头条是说 2020大卫史蔡赖的诚信 攻防战到底是谁在说谎 好在民进党呢 今天要召开中职会讨论的相关的情况 现在其蔡英文跟赖清德的民调差距 已经在慢慢的缩小了 庭英的中职位如果再采取时间来换取空间的话呢 大概总个结果会不利赖清德的一个选情 昨天赖清德被问到说这登记参选没有诚信 就是你本来没有说要参选 后来突然又跳出来参选的时候呢 赖清德他否认说之前蔡赖营有人来打探过他的意愿 那赖清德并且是加大火力的炮轰说 到底是总统说谎还是幕僚在说谎 这事实跟外界说的并不一样 不过其实在民进党当中呢 现在有19个党部已经是挺蔡英文了 好听完了民进党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在国民党的部分 国民党在联合报内页说 蓝营的对比民调现在应该是会纳入柯文哲 国民党定调说7月初将展开的总统初选民调 在对比民调的提醒确定会纳入柯文哲 形同就认定柯文哲参选的态势已经是底定了 好在民调部分到今天有个报纸是把这民调做到头版 那么他们是谈到说最近呢在这民调方面 郭台铭的声势是飙升的非常快 最近是禁阳了4.8% 就是最近这一个礼拜来说 那么韩国瑜呢 韩流似乎有退烧 韩国瑜不过还在所有的这些候选当中 他目前的民调还是第一的 柯文哲的态度 现在说柯文哲可能到8月份才会宣布参选 其实在这个蓝绿呢 现在都在大战的这个时候呢 原本是6月份要宣布选不选的柯文哲好像也放慢了他的脚步了 昨天他接受网络媒体ET2DAY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再延两个月 也就是说大概8月份才会宣布是否参选 这跟柯文哲比较亲近的人士就说 你看一下蓝绿呢都可能要到7月中才会定案 甚至可能会更晚 在对手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6月份不是柯文哲宣布参选与否的最好时机 那么柯文哲也没有说是不是一定要选 就看蓝绿的人选出来之后再说 其实柯文哲昨天强调说 你蔡英文真的好好干的话 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尴尬的局面 搞到大家都很尴尬 什么时候决定要参选 大家说现在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 柯文哲才会宣布 好中文时报今天再头版二题 是说这个大林浦案现在说民进党卡韩国瑜 现在做法非常的多 因为民进党爱高雄难道只是口号吗 在之前说呢 绿营曾经大开支票 承诺大林浦千村 还有捷运要延伸到零元 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披露说 中央连800万元的捷运规划费都不出 千村案也只开过一次会 他并且预告最近自己要到大林浦跟居民开直播 来逼中央听听地方的声音 不过行政院方面否认卡韩 说韩国瑜所说的跟事实不符 那么也强调说绝对没有卡韩 也绝对没有卡高雄的事情 最后时报今天在内也提到说 韩国瑜的网络后援会改名字了 原本是挺韩国瑜的网络后援会 挺朱立伦的多个网络后援会 最近都改名字是为郭台铭竞选总统后援会 那么很多的这个韩粉或猪粉 赶快他们就弃退团了 其实在为什么改名字呢 说韩国瑜应该要专心市政 被指示擅自操作改名 那么市议员李文俊跟幕僚台南市议员 就说他们是自主性的串联所发起的 另外还看到这个粉丝专业 其实就叫韩粉 那么赶快离开这边 因为很多的韩粉到这边贴一些 比较这个不利郭台铭的一些言论 他们觉得说这个版面的亲近 他们也希望韩粉能够还给这些粉丝一个亲近 不过改名字之后 当然也有很多的争议 联邦提到说在汉光演习罕见的三次的大曝光 海军在今天会邀请到中外媒体 还有搭乘军舰出海 采访舰队在东部外海的一个战术操演 总继今年的汉光演习 国防部总共安排了三次的邀访行程 创下历来汉光演习曝光最高的记录 而在月底的战备道的起降 或者是反登陆操演 蔡英文总统至少会出席 适到其中的一场 这当然也就是蔡英文的一个场子了 好在自由时报的这个头版当中 说查到了说中国网军干的散播恐吓 跟仇台的言论 说查到说这些一些不利的留言呢 不管是经由跳板刻意把IP位置 营造在台湾或东南亚哪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最初上网的位置 竟然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所以说这个网军 中国网军的做法 挑拨分化台湾明星仇台的言论 不管是翻墙到境外 是半寒粉或是抹黑 那么其实呢这样的做法都引起了一些争议 雷尔报今天在头版议题是华为的风暴 说美国这边延后禁令90天 到8月中再做 不过任正非蛮霸气的 他的回应是说 宽限期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在华为方面已经是做好了准备 好今天看到了在旺报的头版头条是说 美国软体封杀华为 其实台湾供应链获利至少减了一成 所以对台湾来说不应该幸灾乐祸 而大陆的企业如果遭到断货的话 台湾自己也会被简单了 好今天还看到了 其实在公商时报那页说 华为狂扫货 因为被美国即将要面临到 这个制裁的关系 台厂这边也大进步 全力的囤积台美的晶片 并且扩大下单台积电跟日月光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外资的大卖股 台币扁个不停 连续10天的一个卖超 金额达到917亿元 昨天的外资就汇出了2亿美元 专家说台币的汇价 最近可能会测试32块钱的大关 公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说 千亿资金伺机而动 退付基金60亿元打头阵 政府基金强势护盘利首年限 希望能够化解破底的危机 另外在公商的那页当中有苏贞昌院长 他的发红包说要取消印花税 这挺企业拼经济 只是财政部在一个月要提方案 这是苏贞昌所发出的一个红包 自由时报谈到说 财政部说这个星期会到地方这边 发函给地方来了解一下 如果取消印花税 因为印花税是地方税 是每年规模超过百亿元的 地方上的重要裁员 如果废除的话呢 其实是需要一些配套方案的 在店价部分动涨 去年加户的电费 是创了五年来的一个新低 另外公商时报头版有活血来了 人行在六月十七号要再降准 要缓解贸易战的冲击 稳定市场信心 决定要如期的按照计划 调降一个百分点 经济日报谈到了台积电的市值 面临到了六兆的一个保卫战 在一个月就蒸发了大概一兆元左右 好 今天在这个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 有提到这排便 这个上厕所太过用力的关系 那么有一个这个男子呢 他这忍了一个月才去看医生 他的胃又被挤到了他的胸腔里面了 这个直肠癌的病患呢 恒割膜撑破 所以这个病例也是非常的罕见 自由时报提醒这肠病毒就医 在一个星期增加了两成左右 有出生五天的男婴就染了重症的一个情况 今年的肠病毒疫情要特别的小心 还有联合报谈到了职场互助 教保中心放的太宽了吗 就以后说在同一栋大楼当中的这个企业呢 他们共同有联合托育 不过教育团体担心说 整个情况让这个资格变得就太宽松了 还有幼稚园当中的时程比1比15 38年来从来就没有改变了 这是幼稚园的一个情形 最后时报那夜谈到了 北韩的女难民在中国大陆 沦为性奴隶的一个消息 最小才9岁 好 这就今天的10分钟早报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